横琴第一个为澳门居民建设的大型住宅综合项目 澳门新街坊开售 在澳门南湾的销售中心上周九点开放 有不少市民来递交申请表 项目提供大约4000个单位 以及200间只租不卖的人才房 八成是两房单位 其余都是三房 售价由241万至353万人民币 平均售价每平方米大约3万人民币 申请人必须年满18岁持有澳门身份证 在澳门持有不多过一个住宅单位 同时不可以在珠海拥有物业 业主在取得不动产权证五年之后 才可以转让比合资格的澳门居民 有市民说新街坊是属于澳门人的社区 有多行配套设施 比珠海物业更有优势 香州的话其实都看过 但是有些的装修 或者其他本身做出来的东西就一般般 但是新街坊就都叫做好了 还有叫做政府有相对应的配套会比较好一点 我妈妈的话是想去国内环琴那边的地方 比较开阔一点 所以的话就看新街坊的话 看过有多喜欢 所以想在那边退休 可能公共交通的话就是未到位 但是有单排车可以方便一点 售价对于环琴当地的楼的话 是相当有竞争力的 对于澳门也都是 那就挺吸引的 对于环琴当地的楼 有词 数据